首先来关注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明天中国航展就要拉开帷幕了 目前参展产品已经基本就位 6号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敬科 在介绍空军参加航展有关情况时表示 空军有50型武器装备集中参展 双20飞机将进行空中地面全方位展示 7型飞机近舞蓝天 两支飞行表演队共舞珠海 空军新与新智作战力量 在本届航展上也有全新展示 攻击2无人机是中国研制的一型 中高空长航时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是执行边境巡逻 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武器装备 将在本届航展上首次进行飞行展示 作为无人化作战的探索者 实践者我们更加有细心 有底气 为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 再立新功 再创佳机 在此次航展飞行表演中 我们将展现该型无人机 稳定气动布局和优秀机动能力 被誉为中国蓝天仪仗队的空军 蓝天仪仗的重任 我们将以最高标准 最佳状态 给观众带来最完美的空中表演 展示好空军力量和空军轰彩 地面静态展示的空警500 轰6K等新型战机 有着动人心魄的航机故事 被誉为战神的轰6K战机 近年来飞越了巴士海峡 宫谷海峡 对马海峡和台湾海峡 在颈寻东海 战寻南海和中俄联合 空中战略巡航中 飞出了强国强军新航机 对马海峡和台湾海峡